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震惊全国的广州的洪德路灵异事件 今天讲的故事发生在广州市珠江南岸的一条老街 这条街的名字叫洪德路说起洪德路的灵异事件 洪德路140号楼最是邪门 因为这栋住宅楼在当时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号 无人可逃1981年当时洪德路140号只是一块荒地 广州某间公司买下了这块地想见一栋居民住宅楼 然 后出售 没想到打地基的时候的桩怎么都打不下去 不是桩子断了就是机器突然损坏 要不就是施工队有人受伤 大家都说这块地估计是煞气太重不是一件楼房布 然可能会出事 可是公司既然买了这块地当然不甘心空置在那里了 费钱了 于是这间公司请了广州当地一个厉害 让风水师傅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那个师傅过来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连连白手说 干不了这活 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要赔进去 在公司负责人百般请求之下风水师傅才艰难开口说 这块地怨气深重 有很多地下的朋友不想有人占他们的地方盖楼 如果勉励而为可能会出灾祸 这间公司的领导在了解情况后还是决定要继续盖楼 说是买都买了难道要让公司亏钱吗 没办法这是还是得听领导的 于是负责人给了那风水师傅一笔重金让他想办法振 压底下的东西 师傅只好答应经过好几轮的法师祭拜以后的庄中 于顺利挡下 这个风水师傅临走前说了一句话自己已经尽力了 可是很多事情是人力无法改变的 以后住这栋楼的人弄不好 亲自准备贫穷不得翻身 众则家伙人亡安 但是楼造好了大家都欢天喜地 谁也没把这个师傅的 话放在心上 没想到住户们搬进洪德路140号后 风水师傅的画路 去应养 洪德路140号楼一个楼层有整整七户人家 住在704的林小薇一家四口人 是最早一批搬进洪德路140号楼了 据他所说当年洪德路140号发生的灵异事件 他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林小薇还在读小学 爸爸带着他妈妈62岁的爷爷 一起住进了704 虽然房间不大 但是四个人住还是刚刚好的 没想到搬进去的第一年 林小薇就听说住在203的一家 个叔叔 在10月23号那天因为高血压 突然飙升到无法控制 当场血管破裂猝死 第二年是303的住户 这家的男主人职位很高 是一艘货轮的船长 获得公司进出口后 但是在货轮经过波斯湾的时候 这艘货轮遇上海盗墙 结 这家的男主人居然不幸被榴弹击中打死 到了第三年 住在403的一个男孩子 大概是12岁左右 有年纪 有一次风寒发高烧烧得很厉害 幸好被家里人发现 及时送去医院 但最后还是变成了痴呆儿 这个男孩变成痴呆儿后 经常拿着菜刀守在楼梯间 痴勾勾地盯着上楼的住 林小薇每次放学 看见他都吓得直打咕嗦 以前住在洪德路140号楼附近的老邻居 都知道这个 痴呆儿的事 后来这个精神病男孩的家人 觉得这栋楼不吉利就班 走了 林小薇当时还小 但是他隐约觉得这栋楼 接二连三的出事肯定有点问题 而且夜里他总感觉四周阴气森森的 但是他当时也不 敢想太多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503房是空置 自从403的事情 告一段落后 洪德路140号楼倒也没记 去出现怪事 直到1990年10月2日 据林小薇回忆说 那时住在603的一个阿姨 正好趁着假期坐飞机去旅游 结果603的阿姨碰上了史上最惨烈的劫机事件 死在了白云机场那场事故里 这下林小薇一家人都觉得这栋大楼有点问题了 怎么会那么巧 203 303 403 住户们相继离其死 这也太灵异了 紧接着是不是就要到703了 果然703初始 703的住户是一个刚毕业的南大学生大学学的事件 住类专业 因为林小薇家住在隔壁704 所以家里人都认识这个 男生 林小薇永远不能忘记 1991年10月11日这一天 当时这个男生在工地上实习 结果就在他工作时 一些电缆不偏不倚地 从上面掉到了他身上 高压电将这个男生活活电死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但时间线洪德路140号楼 差不多一年左右出一次死 王事件 死亡时间都在10月份左右 而且死者大都比较年轻 除了这么多事 洪德路140号楼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没过多久住在803的住户就搬走了 原因大家都猜到了 703除了事 意味着下一个就到他 闷家了 自从803搬出去后 整栋楼就掀起了搬迁筹 特别是7楼本来有7货人家的旧搬 剩下林小薇一家 因为林小薇的父母还没找到房子 由于太害怕了 林小薇夜里都不敢睡觉 就算是勉强 睡着了 她总是在模糊中听到有人趴在她床边说 就快到你了 林小薇父母听到这件事后 请了两位六荣寺的和尚过来念经 希望能保平安 看到这里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 为什么洪德路140号的死亡 事件是从203开始的呢 那103没事吗 其实103是商铺 虽然补助人 但是在那里开过店铺 都知道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邪门 20世纪80到90年代 生意很好做 随便做点买卖 就能发点小财什么的 而且当时在广州洪德路的人流量非常大 按理来说 开店应该很好赚钱才对 可是在103开铺位 就是不行这里开过理发店 好了 我给叶总会 反正开 什么店最后都会倒闭受伤 就连附近的店都会受到煞气的牵连 生意十分惨淡 而且在洪德路的大马路上 经常会有车祸发生 实在 是邪门的很 所以每到7月轨结 洪德路附近都会有很多人去击败 希望地下的亡魂安息 自从那次和尚念经做法以后 林小薇家的确太平了一段时间 不过在此期间 她的父母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合适的王子 到了1995年9月 林小薇的爸爸终于找到了可以入住的新房 担惊受怕了这么久 这下好了 悬在全家人心上的事 头终于落了地 等新家的装修工程结束 就立刻搬走 搬家的时间定在了1996年3月 林小薇看看日期就快到10月份了 今年也能安然无 试得度过吗 时间一眨眼 到了10月31日 没想到果然出事了 住在林小薇家楼上804的一个男的 不知道是自杀还是失足 从自家阳台上掉了下来 先是挂到了林小薇家阳台上的亮衫上 然后摔在街上 这名男子头骨破裂当场死亡 林小薇看见阳台上 那跟铁丝绕成的亮衫绳变形的时候 很厉害 上面还带着点暗红色的血迹 这下吓得大家都不敢去阳台了 全家人都坠坠不安地 等着搬家的日子赶快到来 等啊等 终于熬到了1996年2月 林小薇想着 终于可以摆脱这间诡异的大楼了 没想到 林搬家前又出事了 自己爷爷的身体一向很健康 但是因为在某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咳嗽了一下 就于是长辞了 而且毫无预兆 看来他们家终究是没有躲过一场劫难 办完丧事以后 林小薇就和父母提前搬离了洪德路十四 零号 听说在他们搬走以后 洪德路140号又发生了好几起非正常死亡事件 到了1999年 因为政府要修建广州那款 洪德路140被拆除 听以前的街坊说 拆楼的时候又死了好几个民工仆 是被钢筋砸死的 就是失足从楼上掉下去的 洪德路140号 在1999年被拆除以后 建了一间幼儿园名叫小海燕 但是就在盖那间幼儿园的时候 也出现了打装打不下 去的问题 而且当时那里的第一任校长 在盖好幼儿园以后的第二个月 居然撤破身亡了 除此之外 后来有人发现 洪德路140号 以珠江为对称 轴 与广州另一处非常著名的 邪门之地 立王广场等 李卫志近乎对称 不知道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联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